蘋果調查發現台灣起行20年不變 景氣不見好轉 但過去10年春節檔期 零售業產值竟增加超過1400億 餐飲業也成長超過200億 這些錢跑去哪了 以往的話我們每一個月的營業額 大概都差不多在1億多吧 但是1月跟2月來講 我們大概都可以做到2億到3億 所以你看看這個比重高不高 那我們去年一整年的營業額就16億 而且這個東西如果你這一波做得好 你後續就能夠帶出很好的口碑 由於網購平台貨物齊全 比價方便 10年來春節產值不僅超越超市業 量販業總成長率更高達124% 所有的零售業都在被網路購物衝擊 所以我們就是說虛實整合嘛 對消費者來說消費者從來不在乎 他是實體店面還是虛擬店面 消費者在乎的是我要買東西的時候 我買得到我要的東西 就這麼簡單 好 雖然購物形態改變 但實體店面為主的百貨業 春節產值竟從10年前的不到400億元 到去年衝至537.7億元的歷史新高 所以你剛好算了這10年剛好有陸客因素在裡面 但是從160到17年陸客來台灣就少了 所以他這個數字應該成長就沒有這麼快 過去這幾年台灣人買的有增加沒有增加很多 其實陸客幫你增加的很多 因為你的所得增加的很有限 你賺10萬我賺2萬相加除了是6萬 所以你告訴那個你賺2萬的時候 你平均所有是6萬你根本就聽不進去 這就是一個M型社會不能用平均數據來詮釋問題 會忽略了問題的本質 政府統計過去10年間春節產值不斷攀升 結果卻是M型化消費平均後的結果 網購產值的連年增加 正代表著在M型另一端的我們需要更精打細算生活